今天这期视频给你们讲一下什么是配置所的机器 以及怎么解除配置所和调个配置所的教程 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配置所的机器 配置所的机器也叫监管机 企业定制机 是大企业向苹果公司定制的iPhone以及iPad 给自家员工使用的 以免手机丢失 可以随时随力锁掉手机 可以保护商业机密 机器激活时 需要输入企业的用户名和密码 才能激活机器进入桌面 简单点来说 就是手机还原了出厂设置或者系统升级后 会激活不了进不去桌面 导致手机无法使用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 怎么跳个配置所 跳配置所其实非常简单 就这么简单的个小测试 在飞行跳一次20块钱 你学分的这个方法 专门在飞行市场刷机跳配置所 一天都可以赚几百块钱 我现在就把风法交给你们 只要有电脑就可以操作 先打开这个软件 没有这个软件的可以问我要 我发给你 你解压打开就可以终身免份使用 打开软件后 再用数据线将手机粘上电脑 然后先点击一下右下角的MDM 然后再点开始 接下来什么都不用管 等个几秒钟 跳成功了之后会有提示的 这个时候就是已经跳好了 跳好了之后手机会自动重启一下 然后你就试着激活一下手机 看一下是否能激活 如果能激活就是已经跳成功了 如果还是激活不了 那就是没跳成功 那你就按上面的方法重新再跳一次 这个方法不仅可以跳手机的配置所 也可以跳iPad配置所 如果你还没有学会 或者还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